7月1日 电影票房Top5 第五名 来福大酒店 排名与昨日相同 豆瓣评分7.2 上映四天 当日票房354万 累计票房4681.3万 第四名 头脑特工队2 排名对比昨天 下降两名 豆瓣评分8.4 上映11天 当日票房947万 累计票房1.83亿 第三名 寂静之地 入侵日 排名与昨日相同 豆瓣评分5.8 上映四天 当日票房979万 累计票房8147.3万 第二名 海关战线 排名对比昨天 上升两名 豆瓣评分6.5 上映四天 当日票房1001万 累计票房8439.9万 第一名 云边有个小卖部 排名与昨日相同 豆瓣评分5.2 上映十天 当日票房1714万 累计票房3.76亿 在昨天的榜单中 头脑特工队2的票房表现略有下降 滑落到了第四名的位置 而海关战线则在工作日持续发力 当天的票房突破了1000万 重新回到了排行榜次席的位置 而云边有个小卖部 还是稳稳地坐在票房榜的头把交易上 相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都会出现在我们排行榜名单上的 以下是昨天票房榜 前十名的完整榜单 我是爱看电影的老里头 关注我 每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影票房资讯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